古院长 各位同工 各位我们小朋友的家宿 各位同学 各位小朋友大家平安 首先要感谢我们这些小朋友 用这么温馨的歌 谢谢你来感动我们在座 所有做父母亲的 我是长辈 用这么样动听的歌 来分享给我们 今天是非常特殊的礼拜 是一个升级的礼拜 我想这个人生的过程中 我们会遇到必须要越过这些关卡 来进到另外一个境界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 我们希望借这样的机会 再次来提醒我们 怎么样来向前来迈步 所以今天牧师特别用这个主题 来跟大家分享 生命的成长关键是神的同在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有一本书叫 A Life of Victory 把它翻成跨越的人生 这是由刘童牧师 也是生命河 在San Jose的 一位华人教会的主任牧师 他写这本书 跨越的人生 人生的处境 从我们小孩开始写步 我们就开始跨越的人生之旅 在成长的过程的每一个经验 都是一种跨越 我们的生命也都会提升到更高层次的境界 当我们不再向前跨越的时候 生命也将会停滞不前 所以不断地跨越 唯有这样跨越的动力存在的时候 你的生命才有意义 才有价值 没有跨越的动力 我想你的人生就如此来结束 当然每一次跨越都是一次的冒险 当优历恐惧来到的时候 信仰就能够成为我们迈步的勇气 当困境来到的时候 唯有跨越才能看见更高更远的风景 所以跨越的每一个过程 或者是遇到任何的困难 我们需要有信仰 成为我们的后盾 来稳住我们的人生 来向前来迈步 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 就是年轻的大卫 大卫的家庭是敬畏耶和华的家庭 他平时依靠神在旷野中 来击退狮子老虎 当他的国家遇到危机 存完威胁的时候 他以无比的信心来打倒 寄人哥利亚 因为他深知上帝的能力 跟他同在 大卫实在是一个非常温馨 是一个敬畏上帝家庭的小孩子 他也经常来协助他的父亲 来牧养 来照顾这些羊群 我们知道在宽野中 难免都会有这些非常凶恶的动物 像狮子 熊 跟老虎 当这些老虎 这些野兽 要来攻击这些羊群的时候 年幼的 年少的 大卫 他却有这样的勇气 来面对他们 来击退他们 甚至于把他们击杀 这只是因为 他相信 有神的能力 与他同在 大卫像 这个寄人哥利亚 因为他的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 那以色列人 都非常惊怕这位寄人 哥利亚 没有人敢跟他挑战 但是 有一天 大卫 来到这个前方的时候 来看见这样的处境 他就来跟这位寄人 哥利亚来宣战 他说 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跟铜器 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君子耶和华的名 今天耶和华 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 所以 大卫所依靠的不是他自己的能力 因为他这么幼小 是哥利亚根本就是看不起 他说你回去 你位在你母亲的身上 你靠你父亲来照顾你算了 你这么年少 你不配在这里来受死 但是呢 少年的哥利亚 他不畏及这样的困境 他向他挑战 所以我们 我们可以看见 能成长生命的基石 就是这三件事情 人生 有如一艘船 信仰是锚 可以稳住 这个 稳住你的人生 那你的梦想 就是像一个舵一样 你朝着你的梦想来向前来迈进 而你这个家庭就是船舱一样 你要在这个船舱里头 在温馨的家庭里头 有爱的家庭来成长 你的人生才会有意义 所以这三点 我们必须要认真来思考 你一定要来营造这样的一个气氛 让一个孩子来成长 梦想是一个人在心灵的深处的看见 是不单单看见那 不能看不见的那个环境 更是看见那将来可能成就的事 所以这个梦想 可以帮助我们朝着那个方向来努力 所以我们年轻或是小朋友 我们都要有这样的梦想 或者是我们的小朋友要叹幼小 但是我们做父母亲的 我们也可以来帮助我们的小朋友 来寻找他们的梦想 以下几点是 我在这里要互相来提醒勉励的一些 关键的一些事情 第一个就是要把握机会 在你的人生当中 机会很多 你有把握住吗 无论你现在的职份是什么 是学生 是员工 是主管 你都要忠心 因为如果在小事上忠心 别人 或是上帝 才会将大事来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也不要为过去来懊悔 我们曾有过去欢淡的日子 我们浪费时间的日子 我们不要懊悔 也不要为现在而致满 人生最好的 人在我们前面 等着我们去拥有它 所以不要懊悔 不要致满 我们要向前 向前来看 因为有更多的事情 更美好的事情 在前面来等待着我们 我们都盼望明天更好 但是如果你不从今天开始 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明天是不会更好的 所以唯有你能够把握住现在 你重视现在 你就会有更好的未来 封闭的心 使人干硬 我们都很清楚这些 我们一定要有开放我们的心胸 我也不断地选择开放自己 才能够享受到生命的喜乐 但你放手之后呢 你就是拥有一切 无论是人脉 财力 许许多多的好处 都是你拥有的 人生当中 难免也会遇到困难跟挫折 但是挫折 常常正是人生转折的机会 就如同中国的诗人 有这样说 柳暗花明 又一尊啊 这些我们都非常的清楚 我们所遇到的困难 不是节路 圣经更清楚地告诉我们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 所以你现在的处境 是好是坏 都能够帮助我们去看见 怎么样来向前来迈进 让我们因为这些环境 你正是这个环境 让从这些环境当中来写进 写洗来调整你的步伐 其实失败本身并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你无法坦然来接受一切 所以这些都是你在提醒我们 我们要去坦然去面对一切 苦难中的坚持是非常要紧的 越是艰难的环境 越要坚持 因为突破的时刻 即将要来到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守 我们要坚持 哪怕是这个环境 是多么的艰难 那所谓自身的钥匙又在哪里 他说不要逃避你的问题 我想我们要学习 不要逃避问题 要学习去做一个 去解决问题的人 你就会发现在每一个围局的后面 其实也可能充满着祝福 我们看似是危急 但是却是一个充满祝福的一种学习的过程 有一些学生在问老师说 请问谁能可以帮助我们成长 我想孩子发出这样的问题 他们也是想要有所成长 但是老师呢 就这样说 基本上只要没有人帮助 你们就快速的成长 那当然小朋友听了就不太高兴了 就是用这些字 那我想我们今天的小朋友 最缺乏的食物 不是营养品 而是苦头 我想我们坐在这里的这些 长辈们 父母亲 我们也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是必须走上这样的路 是要接受更多的苦头 所以我想在这里 勉励我们年轻的同学们 小朋友 我们不要怕 我们要接受这个苦头 多吃苦 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既能够锻炼身体 又增强我们的体能 那我们在年少的时候 吃的苦头 不算是苦 应该是你的财富的基础 也就是说 当你拥有这些 你在注意这些事情的时候 一颗纳青球 豆芽菜就变成红豆山 或许我们会只听到说 快木是很好的木头 其实台湾最棒的木头 最珍贵的木头 最有价值的木头 是红豆山 喜欢我们在座的小朋友 将来就如同红豆山 一样的珍贵 牧师有十几棵红豆山 那在这里 我们的父母听了 做父母听了 要趁着现在有时间 有精力 有想法 用行动来告诉我们的孩子 爸爸妈妈 就在你身边 陪着你们来杀野 我想这个也是 很重要的一点 第三点 人际关系 学习欣赏别人 爱你的灵舍 主动的真诚的服务 选择饶恕 懂得感恩的人 这是非常要紧 特别是这些年纪轻的 你要了解这一点 人际 人际关系的好坏 是影响到你 将来人生的发展 要多欣赏别人 多爱护别人 你的服务是出自 真诚的服务 你也要懂得如何 去饶恕 因为我们周边的每一个人 不都跟我们一样 他们的想法 他的做法 可能跟我们不一样 但是呢 我们要懂得如何来包容 也要更懂得感恩的人 要建立爱的关系 我想这个也是非常要紧 真正的爱 不在于做什么 还是不做什么 乃是在于你 把自己的注意力 放在对方的身上 无论做夫妻的 或者是你怎么样来 关心这个小孩子 他的生命 他的成长 他的学习的过程 你关心他 就是要把你的注意力 放在对方的身上 那才是真正的爱 那我们也是要重视 亲子之间的关系 了解你的孩子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 或许我们做父母亲的 并不是真的那么样的 了解你的孩子 陪伴成长的儿女 做儿女的 一定要懂得来孝敬父母 夫妻的相爱尊重 是孩子们眼中所 第一的事 所以互相体谅 供鼓励 这是在我们这个家庭 或是职产里头 我们都要一起关心 要做到的事情 第四点 要抓住神的应许 在人生的道路上 有许多的关口 有时候 你的前后左右 都已经没有出路 退路 你只能往上面来看 你要往仰望上帝的帮助 你要抓住神的应许 凭着信心来跨越出去 所以这个事 非常的要紧 我们知道 我们这一人生的道路 绝对不是都是顺利的 要懂得怎么样 仰望上帝来帮助我们 在马太福音21章21到22节 他这样说 你们若有信心 不疑惑 就是对这一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 也必成就 你们的祷告 无论是求什么 只要信 就必得着 这个是神 给我们这样 这么大的应许 可是我们 是不是愿意 把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难处 交给他 让他知道 来帮助我们解决 这样的问题 圣经也这样告诉我们说 定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 借着祷告 祈求 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 来告诉神 神真的是一再地提醒我们 你是不是愿意来依靠他 就如同这个大卫 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因为敬畏上帝 他依靠上帝 他不怕这个旷野 不怕这些凶恶的野兽 更不怕寄人 来对抗 因为他相信神 他所依靠的上帝 可以来解决 任何的困难 是篇 第一篇 第二 到三节 这样说 唯有喜爱耶和华立法 你喜爱上帝的话 以这样的人 在周夜来思考 他的话 这些人 变为有福 他要向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暗示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我想这个就是依靠上帝的人 他的处境 他的结果 就是这样 结论来说 人生不保证是风平烂静 乃是有风 有烂 甚至有突然来临的 这个暴风雨 人生需要不断地跨越 不断地突破 生命才会不断地成长 提升 不断地往前来进步 以至于长大成熟 满有基督成长的声量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真正的处境 就是如此 人生永远是向前的 所以你不必懊悔 因为无需见恋 只要专心地奔跑 那摆在你面前的道路 机会来的时候 你只要用行动来抓住它 你要抓住你 在你前面的每一件事情 让它这些事情成为你的 在耶稣亚一章九节 上帝也跟耶稣亚 这样很明白地来告诉他 我相信这一句话 也是在告诉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无论是小朋友 我们的同学 我们做父母亲的都一样 他这样说 你要坚强 要勇敢 不要害怕 不要沮丧 因为你无论到哪里 我上主 你的上帝 必与你同在 你不要忘记这一点 就如同大卫一样 他的处境如何 再艰难危险 上帝都与他同在 来克服一切的困难 以福所说 也这样说 上帝的能力 一直在运行在我们当中 在我们内心里的大能 匆匆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我们不要忘记 神的大能大力是超过我们所想的 只是我们愿意 愿不愿意将我们的人生道路 来交给这位上帝 神就会大大的来祝福我们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 因为在我们人生道路上 因为你有你的同在 我们不怕任何的困难挑战 我们愿意跨越任何的困难 因为我们相信 这些困难就是要来磨练我们 我们特别将我们的人生 我们前面的道路 再次仰望在你的手中 无论是小朋友 或者是做父母的 或者是我们的同工 我们的服侍 都仰望在你的手中 我们所遇到的困难 成为我们学习的版样 让我们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 不断地跨越 来领受到你的祝福 我们将祷告 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